你要升金跟發電都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透過德國有分四個區域 都是那個Grid Operator 他們是賭物,他們是沒有 competition 只有他們 但是法律他們另外有一個政府黨 為那個Bundesnet Agentur他們負責他們 他們管得很嚴格 所以他們看他們沒有調那個價格 然後法律上他們要讓他們先進去 然後他們會feed 然後因為現在德國也是公開自由市場 像有很多小小的電力公司賣點 很多小的台點 所以你可以選一個只有給你綠能 只有給你太陽能 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你在電錢裡面沒有辦法分 但是類似他們透過certification stock exchange 這樣的東西就算那個數字 其實現在那個能源局這邊 也推一個green power的行動 所以公司也可以特別賣一個綠能的 然後有一個certificate 所以這樣可以說這邊的公司 我借我們綠能力 然後他們會發給你一個人 所以這是因為德國就很開放 所以韓國也可以賣他們的店 因為我們也透過那個 我們特別有一個電力的stock exchange 在德國 所以這樣也是一個market price 都可以做得到 電力自由化 也許我們就會有個電力的股票市場 可以開放買賣 好 所以這也就是在台灣 以往其他國家的專家就建議台灣 至少我們的產店跟輸配店 要把它分開來這樣子 那 副理事長今天聽下來 因為我們也很希望在台東的這個導入馬科附落 未來可以成為一個綠能城 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主持人 各位長官 還有所有媒體朋友 還有各位教授 來自台東北南鄉 東興村 也是原住民部落 叫做達馬部落 也非常感謝 所有各位愛護我們達馬部落 經常到我們部落 來討論這個 我們能源的民族 對 能源民族 這一塊 其實部落 我們的人口數也 差不多一千六百人 也有五百戶 那我們的傳統靈異 也差不多有兩萬空頃 當然事實上這個 所有的我們的自然的能源 尤其是水利的部分 水利的部分也相當充足 有兩條大溪 還有我們的這個太陽光能 也是相當充足 那我們總共在我們自己部落 所使用的電量的部分 我們能夠也可以自足 主要就是用水利化電 再用太陽能的 還有其他再生能源的部分 那也有這些能源 我們也希望說統合在部落 還有所有臨近的部落整合起來 也能夠對自己的部落的經濟能源 也能夠發展起來 如果說能夠以自足能源 能夠發展起來 會更適合的話 那我們也可能變成一個非常好的部落 能夠把它當成是一個魔幻的部落 有現在目前做一個工作房的話 那也是希望所有各位教授 以及所有愛護我們達羅馬克的人 能夠大家來共同努力 也謝謝大家 那我用原住民的那個感謝各位 馬拉納阿君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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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這個達羅馬克加油 希望在達羅馬克可以成為 我們台灣第一個 百分百的這個能源的部落 就是成為第一個公民電廠 那當然將是這個奧視全球的 一個新的一個奇蹟 好 那還有沒有 一段多提問 好 柯老師 謝謝 我是台中大學老師 然後我姓劉 那剛才達羅馬克部落的 那個社系協會理事長 柯林娜理事長 他提到了 他們部落的 應該很有機會達到百分之百的人員自足 那我覺得有一個重要的進程 就是在5月12號那天晚上 還有理事長召開的部落會議 那部落也等一致通過 要往綠色能源的目標邁進 那我是覺得事實上 他應該是不只是自主 應該是可以輸出 所以我看到這個公民電廠 我是覺得很有機會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他的水資源沒有很充能的利用 那太陽冷本來也有 另外一個項目我會覺得 我們台灣的原住民地區 他的木材資源 事實上是可以是思考的 就是所謂再生能源 那台灣的因為水比較多 樹木長得比較快 那你看用什麼方式 我剛才參加森林認證發展的一個會議 那我們一個良好的森林經營管理 他的木材可以做紙漿 可以做木材 就是說家具的用途 也可以做能源的用途 那像竹子就長得非常快 看我們怎麼去利用它 那我覺得台灣的所謂的偏鄉 他基本上都有這些資源 那尤其是里島 蘭嶼 他現在是台電說 你們用電幾乎是免費 我覺得這不是好辦法 應該是說 怎麼樣讓蘭嶼來用優先利用綠的 而不是用種的才有在那邊燒 那耗費很多國家資源 那我們怎麼樣讓蘭嶼還有一些偏鄉 像我們東部目前只有農馬克在發電 他有一個小電廠 那基本上都是從河山廠 這邊西部聯電過來 那我會建議說 這一些區塊 因為淵民會的代表也在這邊 是不是有可能努力一下 讓我們台灣的偏鄉的這一些用電 那個綠色所謂的綠能的自主力呢 可能高一點 那像我們南橫公農那幾個部落 最近只是下大雨而已 路就斷掉了 那電就 電這次沒有停 我注意 因為沒有大的風 所以電還有但是路是斷的 只要風大一點 電線出一點問題 台風後大概停電就是一個禮拜 像這個地方 是不是我們透過這個公民電廠來努力 那我覺得原住民委員會 應該要優先努力來配合這樣 以上謝謝 謝謝劉老師 其實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場還有一位德國的風能專家 那個巴林森先生 你要不要補充分享 大家好 我是巴林森 我是做那個 我們都是做風雨發電 那我們是台灣 是做這個 這個 路程的風船 那 目前我們在台灣有180台風機 那基本上風機在台灣的運轉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台灣算是很理想的一個地方 因為風很大 那風機的效果非常好 跟德國比的話 大概這裡是發電量大概是兩倍 所以因為這個發電量那麼高 成本其實也相當的低 那我們客戶他賣這個 那個風雨發電賣給台電 他賣兩塊錢或兩塊七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從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一個很便宜 很好的一個能源 那但是目前我們碰到的就是 政府單位比較感覺上 比較沒有在撫破我們 所以目前發展的比較慢 那所以我很高興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公民電廠 因為這個是一個一條路 我認為我們可以走 因為在德國丹麥 百分之五十的 那個再生能源的電廠 都是那個公民的 所以當初也是因為有這個公民電廠 他那邊的再生能源才發展的那麼快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很 就是很 謝謝你此刻的機會 那很高興你看你們在討論這個方向 謝謝 好 謝謝大家一起加油 好 那我們剛剛今天 這樣子聽下來 那 有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的願景 可是 政府單位 還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這個場次 我們就交給郵田委員主持 邀請我們今天 邀請來的這個 經濟部能源局 還有圓民會 還有這個水保局 的代表 還有台電的代表 待會就請各位 先休息 先休息十分鐘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進行下一場 請那個行政部門來回應 好 謝謝大家 非常elia 있게迷藏